罗家的人物关系罗家有两房 罗依宁的父亲罗成章和罗依宁的大伯罗成文 罗依宁的大伯官位比罗依宁父亲还高一阶 从三品的官 而依宁的大伯母陈兰更是书香门帝之后 陈兰的两个亲生女儿都是罗依宁的姐姐 四姐姐罗依宇 六姐姐罗依秀 同时陈兰还有两个儿子罗珊远和罗怀远 罗成章的原配顾明兰生了两个女儿 罗依惠和罗依宁 顾明兰早逝后 顾明兰又续嫌娶了巨妇伤骨的女儿林海如 罗成章的小妾乔悦缠 在顾明兰还在的时候就进了门 罗成章看不上林海如 越发的宠妾灭妻 乔悦缠在顾明兰在世 生下了罗依宁的五姐姐罗依廉 又在林海如进门后 生下了儿子罗轩远 罗依宁援助中罗依宁活了两世 上一世 罗依宁死了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被长嫂谢敏的丫鬟推下的悬崖 死后 他附在了凶手谢敏的玉簪上 他才知道他并非是长嫂害死的 因为 他前世被人陷害身亡后 原本懦弱不堪 一事无成的丈夫陆家学却突然斩杀兄长 继承了爵位 成为了权倾天下的都督 他猛然发现 他的丈夫陆家学可能才是杀了他的凶手 罗依宁被禁锢在玉簪上二十多年 直到罗家学杀了谢敏 玉簪掉在地上摔碎了 灵魂才离开玉簪 这一世 他重生到了十五年前 成了上一世丈夫陆家学的死对头 当朝首辅罗依宁的妹妹 但此时重生的罗依宁才七岁 在罗家下一代排行第七 罗依宁也才是四岁 罗依宁 罗依宁是罗成章的数子 是罗成章的通房丫鬟生的儿子 这个通房丫鬟心狠手辣 曾经给另一名怀孕的通房丫鬟下毒 导致那名丫鬟一失两命 然后自己上位 后来罗家查出这件事 这个通房丫鬟也怀有了身孕 为了保全罗家子嗣 罗家暂时留下了他的性命 但是后来生产的时候 他还是难产去世了 因为罗甚远生母的很毒 罗家上下 除了顾明兰以外的所有人 都不待见他 罗甚远从小受尽了委屈和欺负 他很难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顾明兰死后 因为罗依宁母亲的关系 罗甚远对这个妹妹有两分家人之情 但那时真正的罗依宁却很讨厌他 也经常欺负他 罗依宁五岁时爬到房梁上去玩 掉下来的时候是罗甚远接住了他 罗依宁毫发无伤 但罗依宁手中拿着的剪刀 扎伤了罗甚远的右手 从此右手再也没这么灵活 七岁魂穿回来的罗依宁知道 罗甚远将来会慰及人臣 便开始小心翼翼讨好他 想尽办法和他搞好关系 罗甚远吃软不吃硬 在勾心到脚尔与我诈的罗家 妹妹罗依宁是他唯一的光 她甚至在罗依宁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偷暗恋了他多年 洛家学洛家学士宁远侯数子 家中排行老四 上一世的罗依宁 虽然是在英式家的普通嫡女 但生母早逝 幸亏罗依宁把祖母哄得好 才有机会嫁给宁远侯的数子 罗依宁嫁给陆家学后 二人一直很恩爱 罗依宁不知道 他想尽办法要嫁给陆家学的同时 陆家学也在被地里制造 他嫁进侯府的机会 陆家学第一次上战场 罗依宁提心吊胆 不想让他去 最后 陆家学无功无过从战场上归来 大哥因为杀敌有功 获得了奖赏 罗依宁直到这一世才知道 杀敌的其实是陆家学 大哥陆家然抢了他的功劳 上一世的痛苦 让罗依宁记忆犹新 他不恨陆家学 也不想再回到痛苦的悬窝里 他一直躲着他 不过 在他嫁给罗依宁三个月后 陆家学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失而复得的他再也不愿意放手 发誓要把他从罗依宁身边抢回来 罗依宁 陆家学 罗依宁三人之间 命运的纠葛再也逃不掉了 顾明兰 罗成章是一个极度自私冷漠的人 两任妻子娶进门 仍旧一直宠妾灭妻 使得罗家乌烟瘴气 当年 顾明兰遭到乔姨娘陷害 伤心欲绝 到寺庙中小住 没想到遇到了当时身负重伤的魏灵 手下护卫去寺庙中 随便抓了个人伺候 结果就抓到了顾明兰 顾明兰知道魏灵是保卫国家的大英雄 虽然害怕 但是也愿意照顾受伤的他 相处中 他渐渐发现魏灵是个很不错的人 心渐渐被他吸引 但却一直把这种喜欢压在心底 在顾明兰眼中 他嫁给罗成章是父母之命 两人连相敬如宾都做不到 而眼前的魏灵不知彼此思冷漠的罗成章好了多少 有一天 魏灵喝了鹿血酒 两人发生了关系 顾明兰第二天醒来又羞又怒 他不能让家族蒙羞 只能带这个秘密回到了罗家 生下了罗移民不久 因为心中有愧 很快便郁郁而终 在顾明兰死后 当年身边伺候的人 感念于他对下人的宽容 闭口不谈寺庙之事 大部分主动请辞离开了罗家 害怕罗伊宁身世被人察觉 乔月禅只包不住火 多年后冬窗室发了 乔姨娘手下铺子里的一个伙计 偷了铺子里的东西 伙计的老婆曾经是顾明兰身边的二等丫鬟 为了救出丈夫 她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乔月禅 乔月禅按照这个丫鬟的描述 自以为是推测罗伊宁的生父就是来抓顾明兰的护卫 于是将顾明兰在寺庙失身 罗伊宁不是罗成章亲生女儿的事 天佑家促告诉了罗成章 罗成章勃然大怒 一气之下把罗伊宁关到了偏僻的小院 罗家流言飞语传出 罗家顿时天翻地覆 后来 罗慎远全清朝野 罗家的掌权人慢慢变成了他 乔月禅还没有眼色地继续在罗家作威作福 罗慎远为了给罗伊宁母女报仇 不断向罗成章施压 乔月禅最终下场凄惨 罗老夫人顾明兰是罗老夫人做主 为罗成章求娶进门的 自己儿子对顾明兰到底有多么冷落 做母亲的心知肚明 顾明兰去世后 罗老夫人一直对她和罗伊宁心怀愧疚 因此十分偏心罗伊宁 罗老夫人重病 而生前跟着顾明兰陪嫁到罗家的老嬷嬷 恰好懂得伊礼 尤其对罗老夫人的病十分精通 老嬷嬷本已退休在乡下 最后被请到了罗家 但罗老夫人的病确实沉壳已久 老嬷嬷已无力回天 她临走之时再三考虑 终于将罗伊宁不是罗家子嗣的隐情 告诉了罗老太太 罗老太太临终前 将罗慎远换到身边 嘱咐她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好好照顾罗伊宁 此时的罗慎远已经高中状元成了金官 前仇远大 也终于发现自己对妹妹的异样心思 她发现二人不是亲兄妹使 心潮澎湃 自然一口答应 魏林英国公 原来当年的魏林就是如今的英国公 她拜托好友陆佳学 帮她找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很多年 当她得知罗伊宁就是她的女儿时 先礼后兵恩威病师 从罗家带走了罗伊宁 两家为了掩盖丑闻 并没有昭告天下 所以罗家名义上还有一个在抚养病的罗七小姐 等到恰当的时机 罗家在宣布罗七小姐病逝 英国公也只是对外宣称 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 并没有过多解释这段隐情 于是 罗伊宁回到了英国公府 还认了前世的丈夫陆佳学为义父 此时朝中派系伶俐 陆佳学仍旧全清朝野 皇后娘娘想讨好陆佳学 想要让罗伊宁做三皇子的侧妃 认为自己的儿子娶了陆佳学的一女亲上加亲 结果偷鸡不成十八米 导致罗伊宁被皇帝看上了 于是 英国公只能谎称女儿早有婚约 在英国公看来 时间紧迫 愿意顶下这个欺君之罪 又能好好善待女儿的人寥寥无几 她想到了外甥成郎 成郎成郎的舅舅是陆佳学 陆佳学刚被封了都督之后 她就让成家把她包姐扶正 但是她包姐出身太低 陆佳学就让当时和她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还是英国公世子的魏玲 认了她包姐为妹子 成家才名正言顺地扶正了她包姐 因此 成郎还是英国公名义上的外甥 成郎少年得志 俘获一众世家小姐的芳心 成郎经常去英国公府请安 魏玲对她知根知底 认为她是最合适的女婿人选 而成郎小时候 也和罗伊宁有一段缘分 那时候 罗伊宁还是陆佳学的妻子 同时也作为成郎的舅母 成郎有时常被她敌出的兄长欺负 那时候过得十分可怜 罗伊宁心疼她 对她特别照顾 成郎也很喜欢和这个舅母亲近 甚至小小年纪就喜欢上了罗伊宁 成郎第一个知道 罗伊宁就是她本来应该死去的舅母 她对舅舅陆家学隐瞒了真相 同时想方设法想娶到罗伊宁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罗甚远不可能坐以待毙 正当成郎搞定了英国公时 坊间突然传出她的桃色绯闻 罗甚远最终胜过成郎 如愿一场娶到了罗伊宁 林海如 林海如虽然是伤骨子女 但见识并不浅薄 对罗成章的几个儿女也很好 尤其是罗伊宁 每当罗伊连母女欺负罗伊宁时 她总是站出来替她出头 因此 她最后得到了罗甚远 罗伊宁 罗伊会的尊重 后来还生下了罗家最小的儿子 得以善终 林茂林茂是林海如的外甥 也是罗伊宁名义上的表哥 她一出生就喊了金汤匙 不缺钱不缺爱 活得随性洒脱 谁也管不了她 罗伊宁是她年少时最爱的姑娘 她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安心 她曾经对姑姑林海如扬言 等罗伊宁长大了 她就被好万贯家财来娶她 但是 她最终没有娶到长大后的罗伊宁 顾景明顾景明是顾明兰的外甥 是罗伊宁真正的堂哥 很照顾罗伊宁 也是罗甚远的挚友 罗伊秀罗伊秀性格活泼 和罗伊宁确实臭味相同 罗伊宇 罗伊连欺负罗伊宁时 他暗中帮了她不少 罗伊宇罗伊宇自持尊贵 又保读诗书 根本看不上罗伊宁 和罗伊宁也性格不合 亲姐妹互相看不惯 罗伊欺喜欢成郎 罗伊连罗伊连喜欢顾景明 甚至故意关罪顾景明 想让她在酒后乱性 而她趁人之危 好顺利嫁入顾家 可惜她的心机最终被顾家识破 最后匆匆找个人嫁了 罗伊惠顾明兰死后 11岁的罗伊惠就带着妹妹 妹妹学走路了 学说话了 牙牙学语的叫姐姐 迈着小短腿蹒跚地跟着她身后 追着要她抱 罗伊惠对罗伊宁的感情不一般 罗家分嫁 他帮助父亲罗成章利益最大化 也帮助妹妹罗伊宁拿到了 他应的那一份 他三言两语粉碎了大伯母想霸占 罗老太太留给妹妹罗伊宁的那份家产的阴谋 顾家世代在朝中担任药员 在顾家的安排下 他嫁给了定北侯是子父郑青 他所嫁的定北侯府与宁远侯府是施教 而英国公府与宁远侯府一样是三英世家中的翘楚 所以 定北侯府与英国公府也有所交往 当罗伊宁刚刚回到英国公府 身处不利漩涡时 当时的罗甚远身份尴尬 不便参与英国公府家世 也是罗伊惠从中斡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